接著我們記者走到廣州的企業 一起來感受一下廣州速度 出科記者黃耀希報導 位於半月的這家VR設備廠 主要研發、生產和銷售VR融用設備 不少採購商都會過來體驗一下 VR大化應該是一個發展程度吧 有意向,我們這邊的意向很大的 先過來體驗一下 很神奇、好玩 日後我想除了玩樂之外 應該在教育、醫療方面都可以大肆發展 這家公司去年的銷售額達到一億五千萬 不單止國內採購商看好VR的發展前景 外國客商一樣好感興趣 自從一帶一路窗議題出現來 他們公司的出口貿易份額佔比越來越大 到去年已經佔到了總銷售的四成 主要銷售歐洲、東南亞和尼州的一些國家 而隨著一帶一路鐵路的開通之後 他們的出口貿易範圍也繼續擴大 中亞的那些國家的貿易氛圍我們感覺明顯是強了 一帶一路建設之後我們在中亞上邊這個區域上的份額 直接應該有20%左右的一個提升 以前他們的貨物出口以公路運輸和水運為主 行公路時間比較長 而行水路的話還要通過轉運才可以去到一些來路國家 現在有了一帶一路鐵路 不少運往完善國家的貨物都可以直接行鐵路 現在有了一帶一路之後 有了鐵路運輸之後 安全性更高 而且它的成本會更低 鐵路和公路上去備的話 運輸成本的話至少要降低10% 像這幾部VR的遊樂設備一樣 他們經過去打包之後 就準備行鐵路運去泰國和印度 比起以前行水路 這個時間大概可以省兩到三日 一帶一路窗議題出來 廣東貿易增長速度明顯 今年的一月和二月份 進出口貿易額達到了1.03萬億人民幣 比去年的同期增長17%有多 佔全國進出口總值的22.8% 其中對一帶一路完善國家的 進出口貿易增長了24.8% 一帶一路窗路的覆蓋範圍 還在不斷擴大 相信建設完善之後 可以覆蓋到更多的國家 為我們的企業帶來更多的貿易機會